走進科克斯巴扎爾最大的綜合醫院 這裡沒有空調 只有混合藥水味的悶熱氣味 爆滿的洛西亞專區 可以看到病患疾滿病房和走道 侯塞因告訴我們 他們在逃亡時中彈 忍著槍傷跨過邊界 醫院主任莎西拿起X光片 比出子彈的位置 清晰可見的彈頭就卡在膝蓋裡 子彈造成膝蓋骨碎裂 侯塞因還在等待手術 將子彈取出 另一間病房 我們發現剛送進醫院的婦人 被供手捂著眼睛和孩子 坐在地板等待醫師治療 另一隻眼睛無神的打轉 仔細近看發現 血水從紙縫中流出 他的臉上沒有多餘的表情 被供跟我們說 他的村莊在四天前被緬甸軍方放火燒毀 過程中開槍掃射 他左眼遭油彈擊中 子彈卡在裡面一直流血不止 被供說到丈夫也被軍方拿長刀砍頭 伸手一觸 眼淚再也忍不住不斷啜泣 除了槍傷外 還有以緬甸軍方燒村時遭燒燙傷的病患 六歲的女孩法塔瑪安靜地坐在病床上 腿上布滿大片腥紅的燒傷 他父親墨河波拉告訴我們 緬甸軍方放火燒毀他們位於洛開邦茂多的家 兩層的木造防射著火後 來不及逃跑的法塔瑪從樓上跌落 除了燒傷外 腿部更重傷骨折 全家只能倉皇逃離緬甸 雖然緬甸當局否認迫害洛新亞人 但我們卻在醫院目睹血淚交織的悲慘鐵症 對於八種之間的 одざ麽 詞曲曲 從樓這在